一范围29岁的Luca Rocco McNaughta 通过警方的网上调查获悉 McNaughta自称是一名模特兼成人影片演员 此人曾经在网上上传虐待和杀害小猫的视频 并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一篇关于 如何完全消失而且不被找到的文章 McNaughta的家人居住在多伦多地区 尽管他在蒙特利尔没有犯罪记录 但其曾经在多伦多地区因为诈骗而被判刑 警方通过调查怀疑其或许已经逃离本国 除了本国对其发出通缉令之外 国际刑警组织今天也在其网站上 登出了McNaughta的照片及信息 另一方面警方并未公布过多死者资料 只表示死者是男性30多岁 可能与疑犯存在一定关系 在警方发现其尸体的前几天 该人已经被列为失踪人口 并可能于上周被杀 此外警方还怀疑 疑犯已经将杀人和肢解尸体的过程拍摄了下来 除了警方目前发现的尸体躯干 以及油包中的左手和左脚之外 其他尸块可能也已经被打包寄出 根据警方资料 McNaughta身高5尺10寸 体重135磅 发色为黑色或棕色 蓝色眼睛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调查 而对于疑犯将尸块分别寄往联邦保守党 以及自由党总部办公室的行为 当局官员称 这不足以说明疑犯有任何的政治目的